不是会员开不起 而是顽杰文更有性价比 柳如烟从小为我四杯 党情书 和我约定上了大学就在一起 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修成正果 直到他一次次为别人识约 说我只是发小而已 后来他的室友在朋友圈发和我牵手的照片 柳如烟却红着眼来质问 我觉得好笑 发小而已 不用恋爱也像你抱贝吧 可柳如烟冷战的第七天 他到宿舍楼下等我 把我送到教学楼下 又献保湿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个牛皮纸袋 我最喜欢的面包店 距离学校三十多公里 连跑腿都不接单的距离 太阳出声 柳如烟身后的芒果树 叶片上还沾着水珠 我不禁皱了皱眉 昨晚那么大的雨 谁让你开车出去了 心疼我呀 柳如烟调了调眉 语气有些脚下 心疼我还这么多天不和我说话 非要我主动 上周我和柳如烟闹了不愉快 一整周我都没有主动找他 他也同样没找我 直到今天 我皱了皱眉 没人让你哄 我转身要走 被他拉住手臂 我乐意 我上赶着行吗 说着眨着他好看的桃花眼 露出个委屈的表情示弱 他吃准了我吃这一套 柳如烟最讨厌雨天 却可以冒雨开车 去买我喜欢的东西 这一个理由 就能让我心软 我又吃不了这么多 喂猪啊 嘴上小声抱怨 却还是伸手接过沉甸甸的纸袋 这是我心软 并答应他求和的信号 青梅竹马的默契 他很快就接收到了 买了你一整个宿舍的 他得寸进尺的伸手 替我理了李刘海 就当感谢他们照顾我家博达了 我偏头躲开 有些别扭的硬了句 谁是你的 谁害羞了谁就是 耳朵微热 我不再说话 柳如烟又靠近了一点 语气变得很温柔 不生气了吧 下课我来接你 被他带到缝隙捏了捏脸颊 这次我再没躲 心软了 连说话语气也软下来 那你不要再放我鸽子了 不会 他摘下手表放我手里 我等会儿去跑步 先放在你这儿 是去年生日我送他的手表 柳如烟挑了挑眉 这可是很重要的手表 好好保管啊 早晨的阳光柔和 似乎照得我内心也变得柔软一些 我笑着冲柳如烟点点头 知道了 那我下课等你 课前领想 我和柳如烟道别 独自往教室走 没几步就碰到了室友王腾和伊藤城 柳同学上道啊 这接送 这早餐 王腾冲我挤了几眼睛 也遇到 果然女人呢 还是得从小培养 我答 你和柳如烟是正式在一起了吗 一道嗓音突兀地打断王腾 原本沉默走在一旁的伊藤城突然开口 因为柳如烟说你们只是发小来着 所以 他话没说完 却好像也说完了 伊藤城向来和我不大对付 他是寝室长 由他通知的事 我总是后知后觉的 从其他社友口中才会知道 他不喜欢我 但我的同款 总会隔几个星期出现在他身上 我总是想不出缘由 但上个月 柳如烟陪我回寝室的时候 在楼下碰到了伊藤城 他平地摔跤 柳如烟扶了他一下 只是一句脸红到不敢抬头的谢谢 我就瞬间明白了 喜欢柳如烟的人一直都很多 原来他也是其中一个 王腾原本是扶着伊藤城的 听完这句话 突然就皱着眉松了手 他说话比我直接 伊藤城你有点奇怪 为什么柳如烟会特意跟你说这个呀 你跟他很熟吗 还行吧 伊藤城挪了挪嘴 我们在部门里是一个小组的 只是偶然聊到而已 其实他很少说到博打的 说起来 最近也在柳如烟口中 听到过伊藤城的名字 他说伊藤城和人相处总是怯怯的 不大方 也吐槽过他笨手笨脚 连个晚会海报都不会做就近文娱部 我觉得正常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会所有技能 所以我说 那你帮帮他呗 你们不是一组的吗 柳如烟脸上露出那种 近乎烦躁的表情 麻烦 柳如烟向来不喜欢麻烦的人 也拒绝过很多这种 安静类型的男生 我不觉得伊藤城在他面前 会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不打算接招 伊藤城却有些不依不饶 拉着我不放 不过柳如烟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上周三我去坐家教 结束打不到车 是他特意来接我的 我正了正 上周三下午 柳如烟放了我鸽子 他说想吃我做的芒果流心酥 我特意回了一趟家 忙活了几小时 又拿着亲手做的点心帽语 送到他宿舍 他却完全忘了这件事 人也不在宿舍 后来点心是鱼又微下来拿的 我还被这牛数落了一通 傻子才冒于给人送东西 伊藤城晃了晃我的小弟 将我的思绪拉回 你别误会啊 柳如烟帮过我 我只是关心关心我的组员而已 你想多了 我不会误会 我不着痕迹地甩开他 你的组员给你也买了面包 你喜欢什么口味 他愣了一瞬 红豆 我收起面包袋 他没买 我对红豆过敏 快下课的时候 忍了一上午的王腾才靠过来 哥们 你是不是要被偷家了 他做了个阴阳怪气的表情 学着伊藤城的语气 我只是关心我的组员而已了 全院都知道你和柳如烟的关系 搞什么呀这哥们 翘舍有墙角 我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大家都知道 高考后 我和柳如烟一起接受了媒体采访 被问到要报哪个大学 柳如烟指了指身边的我 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那个采访在网上火了一把 以至于大一入学 我作为新生代表演讲的时候 一眼就被认了出来 所有人都默认 我和柳如烟已经是一对了 但我们没在一起 哪怕我们曾经约定过 有些约定过了时效没被提起 好像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时机 但我一直想着 再等等 要对彼此有点信心 到了下午 天上又下起了雨 在教学楼下等了将近一小时 柳如烟没来 微信也没回 他又一次无故失约了 我看了时间 拿起手机给柳如烟 拨过去第四个电话 拨号声音多想一下 我的内心就多沉了一份 直到电话挂断的前一秒 他才接起 我答 他顿了顿 今天接不了你们道歉了 又是这样 又是自己主动约定好 又一声不吭的爽约 一句话都没和我交代 我有些不合时宜的想起 一腾成说的 柳如烟上次失约 是去接他 于是情绪来得莫名其妙 柳如烟 今天是你主动说要来接我的 你为什么要次次都爽约 大概是我质问的语气太明显 电话那头柳如烟有些烦躁的 择了一声 柳如烟本来就不是一个脾气特好的人 对别人一向拽得二五八万 但好像 这是他第一次明显表现出对我的不耐断 我不自觉地软了语气 柳如烟是你答应我的 我是真忘了 他叹了口气 明天 明天我一定陪你 行了吧 他语气无奈得很 反而像是我在无理取的 我哽了哽喉咙 可今天是 柳如烟 这个安全带该怎么弄呀 电话那头传来车门打开的声音 随后一道熟悉的嗓音 划进我的耳朵 十一腾成 他很早就逃课走了 去家教 雨越下越大 电话那头还在说什么 我却听不清了 我本来想说 可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 每年你都会陪着我的 但今年他显然已经忘记 内心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抓不住 我捏紧了手机 动作狼狈地挂了电话 手机铃声很快又响了起来 混在稀里里的雨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屏幕按下 柳如烟的信息发了过来 别闹脾气 我这次是真有急事 明天和你解释 雨又微在教学区 我让他接你 我内心一正 赶紧开始打字 拒绝的话还在编辑 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雨又微一声黑色 撑着伞 走得很急 我看了一眼手机 距离柳如烟发送过来的消息 时间才过去七分钟 在抬头的时候 刚刚离我还有十几米距离的人 已经站在了台阶下 发什么呆 还不过来 清润又慵懒的嗓音 瞬间把我拉回了那个充满缠名的剩下 雨又微是在高二年的立下 从隔壁式转学过来的 一次月考之后 成了我的同桌 和那些偶像剧里的情节不太一样 我俩好像只培养出学习上的儒教四七 这个月我在第一名 下个月他就要多熬十几个夜超过 雨又微好胜又嘴独 可数学成绩实在是好 于是我不止笑问 他面露鄙夷 少跑几趟隔壁班找你那小竹马 也不至于这破题也能错 原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 直到高考前两个月 我收到了他给我写的同学录 上面只贴了一颗纽扣 他校服最靠近心脏的那颗 我有些恍惚 只觉得这人是想乱我到心 躲我第一名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手软 把庄人让给你啊 我不敢收 打着哈哈把那张同学录 推回他的桌面 嗯 我等着当你的手下败将 于又微语气慵懒 又把同学录放回我面前 我在想推回去的时候 被于又微一把握住了手腕 于又微 你知道我 我话没说完 可于又微却听懂了 我知道 我明天就要回去高考了 他松开我 有些固执地把那张同学录 放到了我面前 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 气泊达 我只到这个地步 你总要允许没有青梅竹马的人 也有自己的青春 于又微收好最后一本书 对我笑了笑 谁承想 他留在了北城 还成了柳如烟的室友 于又微的车干净又整洁 阴晕着淡淡的海盐松木箱 他启动了车子 却只是歪头看我 我以为他在等我说些什么 抱歉啊 我不知道柳如烟会找你 害你跑一趟 于又微眨了眨眼睛 语气淡然又直接 不用替他道歉 我又不是为了他 于又微直白到我不敢出声 愣神之间阴影覆下 兰花气息铺天盖地 我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 却感觉到于又微停在了礼貌距离间 随后 我听见了安全带啰嗦的声音 怎么了 于又微似乎轻笑了一声 我以为你要吻我 我以为你要打我 我尴尬放下手 窗外的雨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他却把车往学校外面开 要去哪里 我问 不是要去北山贡墓吗 他输入了导航 我记得每年都是这一天 我微正 你怎么知道 于又微不置可否 只是流畅地打方向盘 把车开上了环程高速 高中填表的时候 我无意间看到的 每年这一天你都请假 回来的第二天会心不在焉一整天 拿着项链看不停 项链是妈妈的遗物 我从没和于又微说过这些事 更没想到他会注意到 许事见我愣了太久 于又微腾出手 在我肩膀轻拍了拍 约定好的时间 你不去 他会难过的 从陵园出来时 夜幕已经降临 雨水也渐渐收起 于又微靠在车窗边玩游戏 见我过来又略带慌张地收起手机 我感到兴起 学神也玩游戏 高三就学会了 为了拿第一压力很大的 于又微挑了挑眉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难追 因为这一句 回城的一路上我都不敢说话 即使于又微又补了一句 我是说名次 路上装安纯玩手机的时候 我刷到了一条伊藤城的朋友圈 是一张他闭着眼睛许愿的照片 面前摆着精致的粉色天鹅蛋糕 和柳如烟早上送我呢 同一家出品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记得我生日 好幸福 我没有点赞 直接退出了朋友圈 回到微信界面 没有新消息 也没有微接电话 微手指敲了敲方向盘 拒绝得很干脆 不想和心有所属的人一起吃饭 我被噎的一句话说不出 只好解了安全带准备下车 刚一打开车门 手臂就感受到一道力量 眼睛被干燥温暖的手掌遮住 随后是车门关上的声音 下一刻 于又微的声音近在咫尺 就这点诚意吗 不再试着邀请看看 兰花气息阴晕在方寸之间 暧昧的距离 我却只感受到善意的保护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 别遮了 我都看见了 不远处的大树底下 伊藤诚正在拥抱柳如烟 柳如烟手上提着东西 四四方方的粉色盒子 看起来像是生日蛋糕 他没有伸手回抱住他 但也没有拒绝 于又微遮住我视线的前一秒 伊藤诚低头吻了上去 我在黑暗中眨了眨眼睛 沉默不语 于又微有些不知所措 我觉得画面好滑稽 于是缓缓拍了拍他 转移话题 于又微你的生命线好长啊 他把手摊在我面前 是吗 那再替我看看感情线 我最近是不是桃花要到了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 伊藤诚已经在分蛋糕 脸色涂红 脸上是藏不出的雀跃 只是半天没见而已 好像他就开朗了许多 见到我 有些迫不及待地跑到我面前 纪伯达今天是我生日 但蛋糕是红豆口味的 就不给你分了 他眨了眨眼睛 一有所指 不适合你的 我想还是不要勉强了 实话说 我很不擅长应对这样的局面 为了一个女人明暗里较劲 却没有办法把话摊开来说 因为没有立场 毕竟我也只是柳如烟的青梅竹马而已 我突然很讨厌柳如烟 明明我们约定过 上了大学就在一起的 我也讨厌我自己 明明我旁敲侧击地提起过这个约定 他却没什么反应 我还傻乎乎地守在他身边 站在暧昧的距离里饮阵止渴 我没理会伊藤诚 洗漱完就上床休息 才刚躺下 床帘就被拉开 伊藤诚带着挑衅的微笑 纪伯达 能不能问问你柳如烟喜欢什么呀 他陪我过生日 我想买个礼物回给他 白痴灯透过床帘照进来 晃得我头疼 我扯下他抓着我床帘的手 冷冷的 他最近喜欢限量款的驴包 你买得起吗 伊藤诚愣在原地 咬紧牙关转身跑回了自己的床上 伊藤诚咬牙的一瞬间 我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感 但更多的是自我厌恶 我为什么要因为柳如烟 变成这样刻薄的人 一夜未眠 周末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 王腾从外面回来 把一堆东西放在我桌上 柳如烟给你的 他在楼下等你 话音未落 伊藤诚就冲到阳台去了 比起那天的试探 他已经丝毫不再掩饰 王腾爬上楼梯钻进我的床帘 他又怎么惹你了 不会真的被偷家了吧 我虚弱地摇了摇头 大概吧 王腾拍了拍我的肩膀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手机里躺着柳如烟的消息 这几天他发了很多 我没有回复 最后一条是两个小时前 我是来拿手表的 不想给我了吗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拿回的道理 我忍着头疼 下床洗漱 下楼的时候 听见两个正在上楼的男生 小声议论 他们大概以为声音很小 但其实我听得很清楚 柳如烟在楼下 等了他好久 路过的狗都觉得有点尴尬了 帅哥总是有点脾气的了 刚走出宿舍门 柳如烟就皱着眉过来 大少爷 你能不能不要总部里人 手表还你 我打断他 把手表递过去 柳如烟没来接 不要的话我丢了 我往垃圾桶走去 被柳如烟一把蓝下 别闹了博打 那天的事我可以解释 一腾成他遇到了点急事 他怎么样关我什么事 头越来越疼 我语气很差 柳如烟脸上有些不可置信 他是你摄友 你怎么这么冷漠 他的表情和语气 都让我觉得很陌生 只是没有给摄友过生日 我就这么罪大恶极吗 柳如烟 等会儿部门要开会 介意带我一起吗 一腾成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 柳如烟越过我看向他 语气很淡 好 你等我一会儿 口袋里手机震动 我拿出来看了一眼 势必性消息 打算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来自于柳薇 我低头打字 你选 于柳薇回复得很快 那你看看你右边呢 我正了正 往右边宿舍楼看过去 于柳薇举着手机 笑着对我晃了晃手臂 又在柳如烟也看过去的瞬间 收了表情 我正要过去 柳如烟一把拉住了我 语气不明 你下楼 是因为和于柳薇有约 我甩开他的手 是又怎么样 柳如烟反倒笑了 去呗 反正你又不喜欢他 他的语气笃定道 我会永远站在原地等着他一样 可柳如烟 我真的不想再喜欢你了 于柳薇点了份盖浇饭就跑了 再回来的时候 手上拎着个小袋子 退烧药 止痛药 看看需要哪一种 他找老板要了杯温水 放在我面前 伸手探了探我的额温 快速凝出一颗布洛酸 退烧加止痛 快吃了 我愣愣的结果 就着水吞下 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于柳薇又给我倒了杯温水 眼神监督我喝完 才开始吃盖浇饭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眼皮 都大了成什么样了 额头烫到能煎蛋 原来病得这么明显了 为什么柳如烟都抓了我的手 却丝毫没感觉到呢 对不起啊于柳薇 刚刚利用你了来着 他离得不太远 肯定也听见了 于柳薇抬头看我 只要你不躲着我 怎么利用都行 四目相对 我不由得想到那天在车里 于柳薇坚持让我给他看手下 我曾听人说过 感情线没有分叉的 就会有很美好的爱情 所以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于柳薇眉稍微调 所以我的爱情会有好结果 我点点头 那会儿门禁时间快到了 我准备和他告别 车门却被上了锁 于柳薇眉眼微调 刚刚说要请我吃饭 什么时候 你不是说我改主意了 我正了正 为什么 他亲身过来替我解了安全带 深邃的目光直勾勾的盯着我 因为有人不懂得珍惜我珍惜的 所以我决定上手抢了 他又靠近一点 我才发现他的耳朵红了 还因为我喜欢的人说 我的感情会有好结果 他眨了眨眼睛 所以我想再努力一次 地位不明的几句话 我听得明明白白 所以我落荒而逃 后来于柳薇给我发了两条消息 吓到了 跑那么快 有什么好吓到的 喜欢你又不是件稀奇事 我一直没有回复 直到今天 于柳薇伸手在我手臂上挠了挠 再接再厉道 没让你很快喜欢上我 只是不夺我 行不行 像是微风扶过 手被泛起一阵痒溢 顺着神经末梢放射到全身 行不行啊 于又微歪了歪脑袋 不肯放过我 我败下阵来 本来就没躲着你 哦好的呢 他嘴角泛起笑意 眼神浅犬又温柔 我和柳如烟陷入了冷战 他给我发消息解释 那天伊藤城去家教 家长却对他动手动脚 事出紧急 他才赶了过去 我没有回复 柳如烟也没有再联系我 他们文娱部在忙毕业晚会 这是我从伊藤城的朋友圈知道的 他总会发很多柳如烟相关的 从不屏蔽我 比如彩排使柳如烟的背影 一起开会使柳如烟的时候 有人在评论区起哄 要要要 专属于一个人的镜头 也有人截了图来问我什么情况 柳如烟怎么和伊藤城走那么近了 他们总以为我和柳如烟才是一对 我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 我们没有在一起过 然后就匆匆结束了对话 我也很忙 别人还在写器中作业 我就已经在卷期末考 除了上课 其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 于又威总在我身边 他的说辞是 坐在你身边我学习斗志才能拉满 总觉得像回到高中 走神一分钟就会被你拉下马 就当为了我的祭典 你也不能赶我走啊 本来就不会赶的 于是我们俩就成了学习搭子 像高中那样 有一天我写完替我停下来休息 手机收到新消息 来自于又威 看你左边 我觉得莫名其妙 明明在身边还要发消息 于是转头去看他 恰好就对上了于又威的视线 于又威正趴在桌上看我 很缓慢地眨着眼睛 夕阳从窗外照进来 洒在他的头发上 他整个头看起来毛茸茸又亮晶晶的 像是镀上了一层光 原来他是想让我看夕阳 心跳墨地露了一拍 我略带慌乱地给他递了颗柚子糖 于又威含进嘴里 立马绷直了身子 煞有其失地开始刷题 这下我彻底被逗小 这天学习结束 于又威送我回宿舍 刚打开门 就看到自己的座位上的东西 全都被扫到了地下 桌上那颗水晶球被摔得粉碎 柳如烟颂的 始作俑者站在一旁 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还红着眼睛质问我 你为什么要向陈教授举报我逃课 他不让我参加期末考了 我一言不发地把包挂起来 又从地上捡起水晶球 丢进了垃圾桶 下一秒 冷着脸走到伊藤城的座位 把他桌上的东西全都砸烂 随后揪起他衣领冷声警告 伊藤城 你有病就去指 人你不代表我没有脾气 你逃了多少次客 少教多少次作业 志愿时常作假了多少个小时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再惹我 我真的会去学院老师那举报你 我的脾气不算太好 但在宿舍也从没有冷过脸 这是第一次 伊藤城被吓得愣在原地 灭如道 你欺负人 在我的眼神之下 他灰溜溜的净声 但我莫名预感到这件事还没完 果然没过两天 校内论坛上就出现了一条帖子 一位匿名用户 讲述自己被设有巴林的经历 巴林者是金管院的学霸 新生开学演讲过 种种表达 就差指名道姓说我了 评论区不明真相的正直校友 统统都在谴责我 同时评论区还有两个匿名用户 说总有豪车来接我 我路过还听到过一碗多少 一看就是出去卖的 学术表而已 还配上了所谓的一些相片证据 我反手上传一个车本和全家福 车的所有权人是我 所谓的富婆 是我亲你 帖子还在被热烈讨论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找上了我 图书馆内 柳如烟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 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起来质问 你为什么举报伊藤成 你不知道他是贫困生吗 如果挂了科 他的讲学金和平优就都没了 图书馆很安静 柳如烟的声音却不算小 引得很多人抬头 一瞬间 我只觉得自己像是马戏台上的猴 难看到几点 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把柳如烟从图书馆拉出去 至少不要影响到被考的人 图书馆外 柳如烟又再次质问 只是这次语气缓和了不少 你虽然讨厌伊藤成 也没必要 他是贫困生 做错事就不该被举报 我打断他 伊藤成逃课已经不是一两次 小组作业永远作响弃成 这在年级中已经不是秘密 他却还能次次都拿奖学金 公平吗 柳如烟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 他自己说过 最不喜欢偷别人劳动成果的人 憋了半天 说出一句 那也不该是你去举报 我觉得好笑 他根本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和柳如烟沟沟通都成了一种困难 我不想对着他多解释 却也不想白白背锅 他拿的是三等奖学金 而我年年都是一等 我根本不屑于举报他 那是因为他和我走得很近 他皱了皱眉 他说你在宿舍孤立他 砸烂他东西 我看到照片了 柳如烟有些无奈地解释 我和他不是 听到柳如烟说这些的时候 我有些不敢相信 认识这么多年 他却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 就可以重新对我这个人下定义 也是这一刻 我彻底对柳如烟感到厌烦 他说什么你都信 我冷冷地打断他 陌生又冷音的语气 让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柳如烟你没有脑子思考判断吗 还是说我在你眼里 是会像高中喜欢你的那些男孩那样 为你争风吃醋 倒在背后搞小动作 还是会巴凌设有的人 柳如烟将了一瞬 瞳孔微缩 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有些苍白 他想起来了 我才是因为他被巴凌过的那个人 情窦初开的年纪 和柳如烟关系近 好像就是我的原罪 抽屉里被丢过蟑螂 水杯里被放过粉笔灰 在管理严格的高级中学里 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没有太在意过 柳如烟又不和我同伴 消息知道的总归之后 反倒是于又微发了火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粉笔灰倒回了那个男生头上 当时事情闹得还有些大 于又微被要求在年纪当众检讨 看着柳如烟愣正间 我收到了于又微的消息 我在大厅柱子后面 需要我的时候就给我回复 同时还有王腾 他说匿名用户一页之间被显示ID 评论区造黄瑶的匿名 也是伊藤城 一边哭诉自己是受害者 一边却忙着造谣 他说的一切都变得不是那么站得住脚 大家都不是傻子 评论彻底两极反转 我不再管柳如烟的反应 暗灭手机 深吸了一口气 柳如烟 我没那么闲 你也没那么重要 我有些着急的转身要走 被柳如烟拦在身前 他紧紧盯着我 语气带上了机器 什么意思 什么叫没那么重要 你喜欢我的 不是吗 怎么会没喜欢过呢 幼儿园的小朋友笑我没有妈妈的时候 是柳如烟把他们打跑的 高中有女生给我塞情书 硬要我当他的男朋友的时候 也是柳如烟挡在我面前的 每一个思念妈妈的节日里 都是他陪着我过的 所以哪怕后来 他前脚说上大学要和我恋爱 后脚又在其他女生面前 说我们没有要在一起 我都静静地在等他有一天 想起来我们的约定 哪怕他无数次丢下我 只要他随便做点什么 就能让我无数次心软 哪怕每次闹不愉快 看似他会妥协 实则是我小心翼翼地把握分寸 但从妈妈继日那天开始 我没办法再坚持了 我没办法忍受自己因为喜欢一个人 而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柳如烟 我抬眸看他 一字一句 语气坚定 从你那天丢下我 去陪伊藤城过生日 让他闻你 抱你开始 我就已经不喜欢你了 那天他受欺负了 柳如烟紧紧皱着眉 语气着急地像是在给我解释 他妈妈生他时候难产去世 没人给他过过生日 所以 那你还记得那天 也是我妈妈去世的日子吗 那也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瞬间 柳如烟脸色骤然变得苍白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 我打我 他垂下头 对不起 我没应他 准备离开 柳如烟还想来抓我的手腕 我眼急手快地闪开了 头也不回地往图书馆里面走 我走得有些快 还低头给余又微发消息 脚下没注意 在楼梯上踩了个空 就当我以为要摔跤的时候 被身后横出来的手臂拉住 整个人才终于站稳 淡淡的蓝香浸入鼻腔 余又微轻喘着松了口大气 还好我眼急手快 我微正地看着他额角的汗 莫名想到高中那时候 那个男生放完粉笔灰 在我回座位的时候扮了我一脚 余又微也是这样接住我 然后顺手把掺了粉笔灰的水 倒在了那个男生头上 当时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对男生 余又微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吵到我学习了 可他从来不是那么刻薄的人 我怎么就傻愣到相信了这套说辞 理所当然地享受了他的默默维护呢 怎么傻了 余又微伸手在我眼前晃了火 拉你一把你敢动成这样 余又微 论坛是那个实名制显示 是你弄的吗 隐约记得 他会这方面的技术 余又微挑了挑眉 哦了一声 你会被校领导约谈的 哪有人随随便便入侵校论坛改写程序啊 不怕 他们抓不到我 余又微嘴角微扬 对我露出一个脚侠又得意的笑 我心面一动 一把抱住他 谢了恩人 余又微浑身一僵 两久 门哼出一声 不客气 之后很久 柳如烟都没有再出现 一腾成在宿舍也从此安静下来 考完最后一科诗 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根本没有人举报一腾成 金融经济学的教授 是一腾成家教那家人的亲戚 一腾成在人家家里偷了东西 当场被发现 所以才被辞退的 王腾耸了耸肩 监控都拍着呢 那家人都没跟他计较 加上他屡次旷课不调作业是事实 教授刚好知道了这个人 才决定不让他参加考试 我证了证 想起柳如烟说 一腾成受女主人欺负了的事 却没心思再去计较到底谁在说谎 不重要了 毕业晚会 我和王腾去给学长学姐送花 经过后台时 却听见柳如烟和一腾成在吵架 柳如烟 你最近为什么总躲着我 我不喜欢和骗子来往 柳如烟冷吃了一声 一腾成 我真被你耍得团团转 什么受欺负 什么巴林 我居然会蠢到相信你 不管柳如烟喜欢谁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也从来不是一个 懂得珍惜别人喜欢的人 柳如烟开始不厌其烦地找我 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给我发消息 在宿舍楼下等我 王腾说 看到柳如烟站在楼下 有种鬼打墙的荒诞感 这就是柳如烟惯惯用的技巧 从前他只要站在那 我就会主动跑过去 可现在我避之不及 我无处可躲 于是打算收拾行李跑路 刚收拾好东西 却接到学生会交情 比较好的学姐的电话 我答 学姐没嫌弃过我 还给我打满分 所以我没怎么犹豫 好啊 我是第一次参加 学生会的聚餐活动 坐在角落静静地 看他们玩真心话大冒险 祈祷瓶子不要赚到我 好像我的运气还不错 反倒是柳如烟连连中招 先是一轮真心话 现场有没有你喜欢的人 柳如烟眼神落在我身上 很干脆地说了一句 有 全场对着我起哄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 在所有人面前 承认喜欢我这件事 但是我却一点 欣喜的感觉都不再有了 甚至感到困扰 我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看向场上的 另一个宗策混子 于右威坐在离我很远的位置 隔着人群静静地和我对视 只是这样看着 心跳就莫名加快 柳如烟一下就捕捉到了我的眼神 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眼里闪过一丝不可置信 手机里挑出一条新的微信 来自于右威 小猫哭哭JPG 我忍不住笑了笑 给他回复 游戏还在进行 第三次转到柳如烟时 他选择大冒险 和喜欢的人告白 有了前几轮的铺垫 大家几乎心照不宣 我还没反应过来 柳如烟就已经在 人群的簇拥下站在我面前 他抿了抿唇 神情竟然流露出一丝紧张 柳如烟刚要开口 整个包厢突然陷入黑暗之中 停电了 手机手机 手电筒照一下 笑死 根本找不到手机在哪 来个人出去问问啊 七嘴八舌的混乱中 突然一双温热的手钻紧住我的手腕 熟悉兰花香靠近 于又烟的声音 骤然在我耳畔响起 要不要跟我走 眼前一片黑暗 心跳却已经开始 不受控制的加快 当然是要 还没等我说话 于又烟的手 从手腕下滑到我的手掌 转为食指紧扣 以不容拒绝的力量 带我进行一场 夏日夜晚的奔逃 校园湖边的长椅上 湖对面的草坪上 其他社的人正聚在一起弹琴 我和于又烟就这样静静地听 谁都没有说话 双手也始终没有分开 手机铃声打破诡异的和谐 大概能猜到是谁打来的 我想关静音 所以忍不住抽了抽 已经握到彼此如师的手 于又烟你先放 话音未落 于又烟气息铺天盖地 本能比反应更快地闭上眼睛 像是一片落叶落到嘴唇上 是很轻很轻的一个吻 就这样静静地贴着 没有半步于举 直到我松了口 于又烟的唇舌才长驱直入 以缠绵方式入侵进来 电话还不厌其烦地响着 于又烟抽空从我口袋抽走手机 暗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得以重获呼吸的权利 谁让你亲我 我有些礼不知气不住 没答应我吗 什么 于又烟轻笑一声 额头抵着我的 声音混着胡对岸的歌声 我还以为我们刚刚是私奔呢 砰砰砰 心跳越来越快 像是马上就要蹦出来 吵闹得不行 于又烟静静地看着我好久 又缓缓开口 记不打考不考虑喜欢我 胡对面的笑语 唱到了五百的泪桥 又恰好唱到了那句 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 这一刻我想 于又烟其实是擅长表白的 无论是高中毕业的那颗 最靠近心脏的纽红 还是重逢后的每一句喜欢 还是现在 直白又热烈 有谁会舍得拒绝一只真诚小猫呢 我不想拒绝 于是亲身靠上去 好啊 我和于又烟恋爱了 对于刚恋爱就要分开这件事 于又烟很不满意 更不满意的是 我还要和柳如烟全家一起吃饭 那我能宣示主权吗 不行也没事 只是问问 开车把我送回家 小心翼翼地勾着我的手指不让下车 我没忍住笑 于又烟 你有点不像你了 我当年那么大一个冷酷毒蛇小童桌呢 于又烟挑了挑眉 很快接受我的说法 嗯 我现在是于又烟暗恋成真版 自然是比较嘚瑟 他勾了勾我的手指 所以让不让啊 我没说话 直接拿起手机拍了张牵手的照片 发送到他手机上 这张照片很快就出现在于又烟的朋友圈 连同一张我的侧影 是我穿着高中校服的 像是从哪个视频里截图下来的 我刚想问他从哪来的照片 柳如烟就闯着进了包厢 把手机丢在桌上 一言不发地把我拉出去 你和于又烟在一起了 他嘴角紧绷 语气近乎是质问 从那天的告白之后 我就没见过柳如烟 我和于又烟同时在聚会上消失 答案其实很明显 柳如烟骄骄傲的性格 也不允许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低头 所以我以为这件事过去了 再见面 见于两家的关系 我们还能正常相处 可没等我说话 柳如烟又皱着眉道 纪博达 你是在报复我吗 我觉得好笑 当然不是 我不会这样对于又烟 又快又坚决的语气 让柳如烟愣愣在了原地 包厢里 长辈们正疑惑到我们怎么了 我抬脚要进去 博达 柳如烟喊住我 语气颓唐 如果我没有和一腾成 是不是不会这样 我顿了顿脚步 没有回应 世界上没有如果 假期过半时 保炎资格名单出炉 我和于又烟都已满记的成绩在练 柳如烟成绩不算太好 但按照正常来说也没问题 我们学校的保炎率本来就高 可上学期 他有几科却考得特别差 直接被踢出了名单 就连他之前参与教授的项目组 也不再接受他了 我原以为这对他没什么 毕竟他还可以有很多选择 但那天我碰巧去他家送东西 却看见柳如烟跪在偏厅 柳叔没发现我来 还在冷冷地斥责他 从小到大 你连记博达一次都比不过 我也永远被你记书压一头 高中没日没夜的补习 人家第一名 你踩着线爬进去 现在连言都没保上 不知道还能指望你给我争什么脸面 我才恍然 原来柳如烟的家庭氛围 并没有我看到的那么好 柳如烟的人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放下东西 悄悄离开 开学前夕 高中班主任退休 他带的两个班级组织了一场聚会 我是在聚会才重新见到柳如烟 他是另一个班的 他给我发了消息 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回复不要 我选了个离柳如烟较远的位置坐下 刚要坐下就被班主任叫到身边 博达可是我得一门生 必须坐我身边 说完叹了口气 可惜于又烟不在 不然一边一个 两个护法 老班刚说完 同学们就对着我开始起哄 于又烟那条官宣朋友圈 大概除了老班都看见了 我羞得捂住脸不敢拍头 班长笑着从门口进来 谁说于又烟不在的 咱们班状元夫妇哪有分开的道理啊 起哄声更大了 我有些不可置信的转头 五分钟前还和我说 在隔壁是家里打游戏的于又薇 此刻正已在门口 歪着头对我笑 后来桌上的话题就全变样了 一会儿有人问于又薇 和我怎么在一起的 一会儿又说你们俩 是不是背着老班早就早恋上 还有人喝醉了口无遮拦 问我以前不是和柳如烟关系最好吗 我笑了笑解释 我们是发小 于又薇喝了点酒 小鸟一人地靠在我肩膀上撒娇 如果单恋算早恋 我已经热恋好多好多年了 桌上的人都在笑 只有柳如烟面色沉沉 显得格格不入 聚会结束 我去了一趟洗手间 出来时 柳如烟已靠在洗手间门口发呆 整个人很落寞 我擦身而过 柳如烟的声音末地响起 上次在家里看到我跪了吧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比不上 他们就这样罚我 他自嘲地笑了笑 声音很雅 博答 只有你喜欢我这件事 是我唯一的资本 可我弄丢了 柳如烟朝我走进了一步 像是要来拉我的手臂 我下意识地后退 被走过来的余又烟挽住手臂 你丢掉的东西 自由我当个宝 余又烟紧了紧我的手臂 宣誓主权 柳如烟 以后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我们的车快到了 和你不顺路 先走了 我跟着余又烟转身 不再往后看 永远都不要回头看 出了酒店大门 空空如也 哪有车 于是索性牵着手 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路灯一会儿 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一会儿又矮蹲蹲地 像两个老头 余又烟用拇指蹭了蹭我的手臂 带着一丝醉意 又像刻意在撒娇 在北城无家可归 怎么办呀 我握紧了他的手 晃了晃 转头对着他笑 带你回家